很擔心不可以分 為甚麼? 因為我的屋子是正然在這裏 你會見到有不同的分貝 有Winniperm,有阿山 以前我們是去Racoover多一點的 現在就少了 為甚麼? 屋價貴 以前我們很喜歡去Racoover 因為起得快,屋價 但起得那麼上 現在我們是不好的 為甚麼? 屋價跌的時候 升得高就跌得快 你還不去拿著一屋 是會有機會跌價的 安省比較平均一點 我好像Winniperm 這麼階段 所以亦都可以接受 那再來就說 如果它不還錢 是否福建呢? 不是 因為如果我們借到屋價的七、八成 那我賣的那一屋,我一定會補充 所以如果我只是不還錢 不是問題 第二件事 如果我只是看屋價 如果屋價一跌 是不是要等於我蝕錢? 又不是 為甚麼? 屋價跌呢? 就是等於我的資產 就是我的security可能少了 但如果那個人繼續是供錢 他未必會離開 據個例子 大家記不記得1989年的時候 記不記得1989年? 利息很高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21年 21年? 哇!這些厭歷史游生 為甚麼我記得那麼清楚呢? 因為1989年 是我剛剛畢業 一、兩年左右 我是買第一間屋的時候 1989年 我是摸頂而入 那時候 89年的時候 我記得很清楚 畢業我記得 又是好的政黨職業 政黨職業 我以為是說明政黨 現在也是政黨職業 又是好的政黨職業 那他走投借錢 走到這間無量的銀行 你看 不要留言了 B字透過那間 他跟經理說 說經理我想買一顆 買一顆 想借錢 他跟我說 問題 我計一計 13.50 那時候他去到20年 13.50 他就告訴我 大一年 便宜 便宜 我畢業無憂 其實13.50 在歷史上來計 是超高的 歷史上來計 理論上是5至6米 是正常的 5米 那段時候 那幾年 突然飆升13.50 理論上是超高的 但我不認識 我讀書 正所謂 工作經驗 他說 13.50 便宜 我當然相信他 你 便宜了 年輕 年輕 他就說 姐先生 你的收入 夠工 他說 夠工 就夠工 買了這間房 夠工 因為收入好了 夠工 1989年 第一年買了 第二年 這間房子已經插水了 第三年又插水 第四年又插水了 買了這間房子 住了五年 虧了五萬 公租五年 我沒有一個月停過 我買了這間房子 買了這間房子 虧了五萬 買了這間房子 五年後買了這間房子 虧了五萬 但我沒有停過 沒有 13.50 照顧 為甚麼 第一 我有排 會計師 不可以過餐 第二 我有收入 我不想 我真的有丹陪 雖然 那時 你慢慢 跌了一點 但我不想 壞了我的規定 為甚麼 如果我真的不還 第二次買了 很難過 為甚麼 我壞了我的信用 所以 在我來計 看著那間房子 但我還有還錢能力 我會繼續還 很多時候 我們借錢給人 借給人是一個 是借給人自住 例如馬先生 你自己住那間房子 如果我借錢給你做議案 你真是 當你現在 那間房子 你還在住 你還在做事 你不會突然說 老婆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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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啦 為甚麼走 我家房子 趕快拿你走 我兒子在讀書 我又在這裏上班 你走去哪裏 或者要住 我又要做 最多就是繼續工作 所以 很少人的數字 對 就是一個數字的遊戲 你是不是要在外面租也好 所以 如果你還有收入的能力 屋價店 未必是一個問題 所以 所以 原來 你的風格最大 是兩樣東西 就是 一 屋價跌 二 那個人又沒有還錢能力 這樣也有風險 對嗎 第三個東西 就算屋價跌 它損失還錢的能力之外 還要多一件事 就是屋價一年之內要跌 多於15%至20% 你才有這件事 為甚麼 如果就算屋價跌 又不還錢 我拿回房子出來買 一年之內 如果我買到九成才算 那我便沒事了 因為我借過可能借八成半 或者七成半 如果買到八成 我借過七成半 我也不用試過 所以 一定要 一 二 三 四 這幾件事從事發生 一 它不還錢 二 屋價跌 三 屋價跌 大跌 跌多於25% 八成以上 第四 要在一年之內 因為我們最長的一年之內 最長的一年之內 最長的一年之內 所以你看到 在我們的國度來計 又放大歷史 這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屋價 如果我們看屋價歷史表 如果我只單看這個 這個屋價歷史表 1906年 如果你看一間屋 值多少錢 看不到 是不是 不要緊 我有機會 你上網 你全部都有 1906年 我們這間屋 是二萬一千三 你那時候買了十間 你現在就退休了 一間屋 但當年 那時二萬一 可能很多 因為他人家有錢 那是幾元 就是二萬一 然後六七年是二萬四 二萬六 二萬八 一直都很落 落到1988年的時候 是二十年二萬九 1989年 開始跌了 二十七萬三 二十五萬五 二十五萬五 二十三萬四 二十三萬四 二十一萬四 二十萬 接著落到 然後穩定回額 又再上 去到2011年 四十六萬五 去到現在 2014年 多少錢 平均屋價 五十五萬 沒有 如果多不多來計 五十五萬左右 平均 因為我們要拉人 Jane Finch的地區 比如說平均屋價 大概是五十五萬左右 所以你看到 在我們的角度來計 這段時候是大跌 但每一年的大跌 是不多於10% 這裏和這裏之間 這裏之間 這裏和這裏之間 為甚麼 因為如果我看 二十七萬三 和二十五萬五 是否跌了兩萬 二十七萬 是不夠10% 是不夠10% 二十五萬 如果未試過會否發生 有機會 但未必會很大 所以有幾個因素 就是說 如果我們知道一年期的時候 是會填正 但調整下來的時候 是跌未必多於10% 你的風險會低 還有很多人 很多人不明白 就是 案件很有趣 是每一個月 我們都有錢借出去 譬如說今個月 現在五月 五月份 我們有錢借出去 何時會到期 是否明天五月 一年多 那你記住 如果五月 明天到期的時候 六月我又借出去 何時會到期 是出現的六月 而我今個月 七月的時候 明天的七成就會到期 相對之下 如果我上年的五月 借錢出去 今個月會回來 所以我每一個月 我都會有錢回來 為何要說這件事 因為很有趣 你不知道 原來錢回來的時候 我們會再借出去 譬如我當你一十萬元回來 我不是有十萬元在戶口裡 那我又可以借出去 因為我擺在戶口裡 沒有錢增淨 大家都是收過 1%銀行的費用 我一定要借出去才賺 即是如果錢回了 我再借出去的時候 如果屋價跌了 我現在正在借今時今日的屋價 75或80元 所以每個月 如果屋價跌 我再借出去的時候 我借的面額會低了 明白嗎 因為如果我慢慢跌 慢慢跌的時候 我一直借 夏年我借一屋的時候 可能借五十萬元 再下年的時候 可能借四十萬元 屋價跌 四十萬元的八成 三十萬元的八成 二十萬元的八成 如果價格短跌的話 我越借的錢就越少了 明白嗎 所以每個月 其實我們都在調教 所以大家看到 原來我們見到 在我們上去的時候 下降下來的時候 是 那個價格是少於10%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我們說 穩定的貨物 會不會是補本 沒有補本 只不過地產一天 不跌得多於25%一年 你的本 理論上是多穩陣 我們看不到 譬如現在一百多二百元 同一時間那二百多元 全部說走不了 我想這是機會接近人 接近人 因為有自住 也有投資收租 很多人問你 舉個例子 有些人說 給你選擇 如果我有錢 我借出去 你會借給一個人自住 還是借給一個人做收租 自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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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我們說 一個人說 我想買一個自住 一個人說 我想買一個自住 我想買一個收租 自住自住自住 大部分人都不敢自住 我亦同意 因為自住很重要 他自家都不會走 但 經驗 其實收租那個 是很少撤租 即是不太少走 為甚麼呢 很簡單 第一 哪些人可以借錢去投資 是有錢的 即是你不要宣布 房子都不得住 老婆 不如償錢去投資 很少 通常 有一個人自己的房子 買了 有多元錢 又說 做甚麼 老婆 不如買一個收租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不買一個收租 他自己的公司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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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追他的時候 未必只是追他那間屋 我是有權追他所有的物件 即是追完那間屋 他不還 我賣了之後還夠錢 我還不可以追他自己住那間屋 自己那間屋 可能有些本金在那裡 因為追他就是追他破產物資 總之有物資 都可以追他 所以可以追他那間屋 和追他自己的其他物件 還有 如果他買回來收租 通常 買樓收租的那些 那個單位 通常是怎樣的 是好location 不好location 好location 你買樓收租的那些 通常都是 要是收尾口 要是公路口 一定是 location會好些 你很少會買一間屋 在 就是 好北好北 北對 Roller 的村落 糟糕 不知哪個租 通常都是 收尾口 巴士口 上班 那些 買了之後 走過去上班 租了幾個 我一停就不租 一走就不租 那些就是好租好困 所以 你會看到所有租的那些 都是好路的地方 好路的地方 好處就是 整天都租到的 所以 如果那個人 是收緊租 那 為何不還給你 就是 你會問你 為什麼 為什麼要用 租收 那些租給你 還給我 因為他欠缺錢 就好 除非他沒有租收 屋隔壁才走路 就是說 其實收租的那些 有一個穩定的收集客 他未必會被人 炒到 因為他只是租客 你自住的那些 有些住客 人家被人炒 有可能沒有錢 沒有錢還給你 但是說 收租的 沒有人炒 那些住客 走了 就得到自己有的人來住 所以 某個程度上 你們想一下 自住的 永遠都是一個 比較穩定的市場 但如果質素 如果質 質 質 質素 有時候 投資物業那些 可能會高一點 這個不知道是否有意思 但我經驗來看 通常萬借的那些 一看 十至其九 雖然不是很多 十至其九 都是自存物業 反而租的那些 很固定 很穩定 他有租收和交易 有租收和交易 明白嗎 所以 你看看 那些 那些 時間關係 我們都要 要開始 我知道大家 過了你的宵夜時間 還要去 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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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你的宵夜時間 我要回家 撐頭一腳 不要妨礙我的宵夜時間 有請